林郑英拍摄的这部电影究竟有多邪门 1992年由林郑英主演的新僵尸先生在播出以后引起了轰动 很多人都感觉这部电影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僵尸先生续作 因为请来了僵尸先生里面所有重要的演员 钱小豪和许冠英在这部剧中仍然和林郑英搭档 就连导演都非常熟悉的刘关伟 虽然这部片子从整体来看 并没有造成僵尸先生那么轰动的效果 但是在其他方面也算得上是可圈可点 这部电影拍摄的方式非常的大胆 在一般的灵异类型影片中大多都不会用演员的本 可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林郑英却突然打破了这个禁忌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用自己的名字来为这个电影搏热躲 在现场的时候林郑英还拍摄了经典的红白撞煞片段 尤其是最后林郑英穿着红色肚兜的那个镜头 更是被很多的人誉为经典 不过与此同时 这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也闹出了不少怪事 有很多现场的演员都说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真鬼 其他人在说起此事的时候也是支支吾吾 到了后来钱小豪甚至明确表示 这场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他们都已经见惯了 似乎是在默认这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 的确有过很多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出现 那么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鬼 演员这样说究竟是为片子薄热度还是实话实说呢 首先林郑英的很多片子里面 都曾经出现过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 据说当年林郑英在另外一个片场 拍摄红白撞煞的片段的时候 在最后的剪片过程中竟然惊讶地发现 群演队伍里面混进去了一个真正的鬼 因为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动静 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起这个群演的存在 等到所有的人瞬间躺入水中的时候 这个鬼甚至没有能够激起一点的水波 林郑英在事后也询问过其他的群众演员 可他们给出的回答却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 除此之外 也有不少的演员都曾经证明 在现场他们遇到了很多古怪的事情 从这一点来看 拍摄灵一片或许的确会出现一些难以解释的情况 第二很多事情人们虽然不相信 但不代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 林郑英在剧中饰演的就是道士的形象 按理来说他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不会有过于迷信才对 可是现实情况却刚好相反 他不但在自己的剧组里面定了很多奇怪的规矩 比如所有的演员都要大声说话 不能够在底下窃窃私语 而且在遇到这些演员情况不对的时候 林郑英还会立刻停止拍摄 从这些点滴中都能够看得出来 林郑英应该是知道其中的内情 所以才会用这些办法保证演员的绝对安全 第三从林郑英最后的下场中也能够看得出来 拍灵一类型的影片对他本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因为他不但死在了自己的巅峰时期 而且在他的葬礼上还出现了黑色蝴蝶 这么多的事情撞在一起 可不能用巧合就彻底掩饰过去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